行了,妈,照顾给想想,我们都过来了,有什么事啊? 对吧,妈知道,我以后的日子不多了,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 什么事啊,还让我们都过来了? 就是啊,赶紧说呀,还有事呢。 是关于钱的事。 什么? 妈,是不是要费钱啊? 是啊,妈,那,你是不是要立遗嘱了? 真的,你胡说什么呢?这妈还要好好着呢? 妈,这钱怎么费啊?你赶快说吧。 赶紧,不是费你钱,是你结婚的时候,我为了给你买房子,买车,我还欠一些钱,到现在也没还完呢。 我就想着,这我没几天活住了,你是不是把这个钱呀,给还上? 什么?这,这不是分钱,是让我还钱呀。 不是我说你,我们结婚都多少年了,那当时的钱你还没还清啊,干什么呢? 是啊,妈,那就算,就没还清,那也不应该让我来还呀。 醉猫,这妈没能力了,你不还谁还呀? 这俗话说,负债子还。 这我欠的这,就是应该你还呀。 哼,什么我还呀?我不还,我也没钱。 不是,对了,我姐不是在这儿吗?她是家里老子,让她还呀。 醉猫,你说她这是什么话呀? 这妈都说了,她欠的这些钱,都是因为你,这我不还,这合适吗? 什么不合适?你是姐呢,就给你还。 就是,我怎么能让你姐啊呢? 这当年呀,你们两个都考上大学,这家里条件不好,我为了让你去上,就让你姐呀,外叔打工。 把你姐这个钱,残酷都花到你身上,现在,就让她去还这儿。 我还心里是过意不去呀。 过意不去,有什么过意不去的?啊? 妈,那我姐,现在不是好好的吗?她不是你孩子呀,这你欠的钱,凭什么让我一个人还呀? 就是,我嫁到你们家,是享福的,这欠的账,凭什么我还呀? 妈,要我说,这俗话说,人死账轻,这你,你都走了,还还什么呀?这钱不还了。 对吗?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? 这不是欠别人的钱,欠的是你表姐的,这当初,人家帮了咱们,现在,咱们要是不还上的话,这妈死都不会瞑目的。 什么表姐呀?就问表姐她不还呢?你都走了,她给谁要去啊? 就是,到时候你死了以后,我们就不承认。 我以为什么事呢?还让我跟莎莎我们俩都过来了,这下午还有事呢? 我告诉你啊,妈,这事你小都别讲,我是不会帮你还的,你要,你要,你要真要还,你找我姐去啊。 莎莎,还在这干嘛呀?走,你下午不是要早来去吗? 走 妈,你就别难过了,这个钱,千宝不还,我还。 莎莎,妈对不起你啊,那当年,为了给你弟弟去媳妇的时候,把你所有的赛品都花了。 到现在,妈还要让你还债,妈发心眼里啊,总感觉对不起你。 妈,你说什么呢?我是女闺女,我替你还债,为咱们这个家付出不是应该的吗? 行了,妈,你不用说了,这个家我都怪了。 行了,莎莎,妈,谢谢你。 不过,这个,这个照片,都在这儿让你搁了,记着了。 一步,实际玩意。 当年,妈给你表姐说了,谁儿去还人的时候,一定要拿上这个条子。 行,妈,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 别了。 你真是个小人的孩子,如果有来生,妈还愿意让你,让你做我的,做我的女儿。 妈,妈,妈,你姐姨姐,妈,你真是嫌我。 不是我姐,你让我去哪儿啊? 金宝,你妈之前不都说了吗? 你还欠咱们表姐姨姐钱吧? 我今天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还钱。 姐,你没搞错吧? 你还钱你自己去吧,我又不还钱。 咱妈都不在了,还还在干什么呀?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? 妈虽然不在了,但是这些账还在呀。 我都答应了妈要还这些账,当然要还了。 我今天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。 行行行行行,走吧。 我自己一起去。 不是。 来了。 姐,晚了。 金宝,你也来了。 进来吧。 来,坐吧。 姐,是你自己在家。 你姐夫有事出去了。 对了,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? 姐,是这样的。 我妈生钱,不是欠了你些钱吗? 这我妈走的时候,把她的欠条给我了。 我今天是会来还钱的。 这就是那个欠条。 这个卡里面的钱虽然不多, 只有七万块钱。 但是我想再先还一部分。 完了,这些钱是你来还呀。 对。 表姐,你说这玩什么意思啊? 她是姐呢,家里老大呢,她不还这还啊。 金宝,你是你妈的儿子。 这些钱本来就是为你们花的,不应该你来还吗? 我还?表姐,你想什么呢? 凭什么让我还呀? 我才没有闲钱还钱呢? 今天啊,要不是我姐非拉着我过来。 我来来都不来。 行了,你就耍说两句吧。 姐,这个钱,你先收拾。 以后我有钱了,我会慢慢再还给你的。 。 楠楠,这张卡,你收回去吧。 还有这个欠条,你也不用给我。 其实你妈,根本就没有欠我钱。 你说什么,没欠我钱。 是啊,表姐,你说这玩什么意思啊? 对,你妈确实没欠我钱。 你们在这里啊,等一下。 什么事啊? 神神叨叨的。 说欠钱,现在又不欠了。 不是啊。 这张不欠钱,一会咱们就走。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,是你妈存在我这的。 这个钱给你了,你拿着吧。 给我? 我? 不是,凭什么呀? 啊? 这我妈留的钱? 这,凭什么给我姐呀? 我是儿子的,应该给我在对啊。 现在知道你是儿子了。 你早干什么去了? 再说你妈当初也说了, 以后谁要是拿着这个欠条来还债, 就把她的积聚给谁? 既然今天朗朗来还债, 那这个钱给她也是理所应当的。 这, 你个老婆子, 走了走了还好,还白我这道。 李尊宝, 你说什么呢? 那可是你的母亲,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? 你拿着都忘了吗? 你一小的时候, 你爸就走了, 是你妈一个人含辛辱苦, 把你们两个拉扯长大, 她容易吗? 还有你姐, 为这个家为你付出了多少, 你拿着都忘了吗? 当初你姐也考上了大学, 是她自己, 主动放弃, 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你, 她出去打工挣钱的, 供养你上大学。 后来, 就连你起媳妇, 你的彩礼钱, 也是你姐, 人家给她嫁的彩礼, 拿回去给你用的, 要不然你的媳妇能起回家吗? 这些你难道都忘了吗? 你妈临终钱让你还钱, 你是怎么做的? 现在知道你妈留的有财产了, 又来给你姐抢了, 你怎么好意思呢? 孙猛, 这做人得凭良心, 你说你姐这一辈子, 为你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, 你却这样对她? 如果当初上大学的人是她, 她至于现在日子过得那么坎吗? 你是上了大学, 但是你连知识土豹都不知道吗? 你那么多年的书读到哪了? 读到土豆子里面去了吗? 表姐, 你别再说了, 我知道了, 之前都是我的错, 我不应该那样说我姐, 也不应该不替我妈还账的, 这是我妈, 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, 确实不容易, 我姐也为了我付出了很多, 牺牲了很多, 我呢, 现在日子过得是滋润, 却忘了她们对我的好。 表姐, 你把我妈醒了, 这之前啊, 都是我混账, 是我不对的。 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, 都说啊,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 你也有孩子, 你今天怎么做, 将来你的孩子就怎么学你。 在这个世界上,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, 亲情才是,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些道理。 。 姐, 我知道了, 我的姐, 这个钱, 已经拿着了, 是我不对, 我之前, 不应该还要说的, 我向你道歉, 对不起啊。 金宝, 你别这样说, 你看, 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弟, 这个钱, 姐是不会要的, 你还是拿着吧。 姐, 我没脸要, 咱妈都说了, 谁要是, 帮她还这个钱啊, 这个钱就是谁的, 咱妈这个钱啊, 是你还的, 所以说, 这个钱, 理应是你的, 我不会想你要的。 来了, 这些钱啊, 你就收下吧, 是尊宝, 还有这个家, 欠你的。 现在你妈已经不在了, 在这个世界上, 你们两个是最亲的人, 以后要互帮互助。 行, 我知道了,姐。 了解, 我也记住了。 去就对了。